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喬 我現在在玩的遊戲是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那上一集呢我們最後跑來的東購這邊 回收我們之前餵他的那個會生下來的寶石 那現在因為我回到那個湖畔義站這邊附近了 那我打算要來解之前接到的洞窟裡的巨人三兄弟的任務 那我們就設定 然後我們就往洞窟前進 那我先看一下地圖 我們現在在這個本拉斯樹海這裡 那我們可以先去第一個路特斯湖這裡 好出發 這邊有大劍香蕉 這邊有大劍香蕉 我們往上面去看一下 來開個火箭盾 好 繼續前進 感覺在上面 我們換個普通的空就好了 看一下高度 有點高 那我們再換第二個火箭盾 繼續走 不要快到了 有牛牛 這裡有一個洞口 那我們就下去 這個是路特斯湖的洞口 那我們來拿一下這裡的東西 這裡有夜光石可以拿的樣子 有 還有打火石 然後對面有一個礦脈 我們可以先拿一下礦脈 然後這裡還有寶箱跟光亮花的種子 寶箱有附帶多結長棒的長棒 這名字好繞口 先不要了 看一下這上面 應該沒有洞口 等一下 我好像有一隻武器要壞掉了 把它敲壞 再敲一次 好 順便拿這個 好 拿完之後我們就下去了 欸欸欸 欸欸 我剛剛把武器敲壞是因為我不確定 我之前有沒有用過那把武器 然後用壞掉 因為你要把腐朽的武器用壞掉之後去地底 它才可能會刷到新的武器 那我們把這個石頭敲碎 這裡會有出風口 這槌去哪裡 這裡還有個路口可以進來 拿一下種子 拿一下種子 有魔幼衣的聲音 所以魔幼衣它藏在這個洞口裡面 好的 好的 那我們就拿到魔幼衣的遺事物 然後我們可以 往下面繼續走 就沿著道路先慢慢打進來 欸有秋秋 慢慢來一個一個射 小心不要被牠們電到 神秘蜥蜥 木劍 這裡還有一個出風口 然後我們就再從這裡飛上去 然後這裡有個路口 還有西諾克斯 還在睡 輕輕射就好 老二 牠是不是第二個 我換一下弓箭換好的 然後 用炸彈花好的 這樣牠可以暈比較久 找一下武器 拿這個23的 然後我們再回去剛剛那個地方 一樣在飛起來 牠想丟東西給我 一樣在送牠炸彈花 射牠的眼睛 射牠的眼睛 然後打 壞武器 欸欸欸 太胖了啦 這樣我們就打倒了 第二個 兄弟 撿一下牠的東西 牠也是吃肉肉 吃魚 烤生命如魚 所以牠愛吃魚 然後這裡有騎士之弓 好 來把 這個丟掉 騎士之劍跟騎士雙手劍 好像 就還好 那就不要了 然後這裡可以撿一下 順便把這裡的夜光石 欸等一下喔 我好像還有大炮槍可以用 拿一下 拿一下 這比較高的 可能還是要用炸彈花 有需要的話就可以把牠們都打下來 蜥蜴 想去拿 這個也可以用射的 牠自己注意一下距離 就是 種子 這邊都是出風口 然後我一樣離遠一點 打火石記得先撿起來再繼續炸 不然牠可能就會被 炸掉 這裡還有 直接炸了 敲老半天 敲老半天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了 那就大概這樣這個洞口就結束了 確認一下喔 這邊上來應該都 就這樣而已 那我們就 通天樹 這裡可以通嗎 我們找一下可以通天樹的地方 太低了 太高啦 不是太低 欸 這裡有一塊比較低的 比較凸起來的這個地方 應該就是讓我們用通天樹回去的地方 那我們就來這塊地方按通天樹 那我們就出來外面了 那我們還剩下兩個洞窟 我們再來下一集去這個羅達衣湖這裡 好的 那這一集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的影片按個讚 那也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囉 我們分享一下 好幾個 拍照 我們下一個 好幾個 好幾個 啦 好幾個